报告我们的注意 那二十年以后再发两遍 一定要连续上 这是哪个神经病发的 山鹰在岛城翱翔 寻找旧日时光 我的小猫咪你在哪流浪 告诉我好让我有个落脚的地方 发了五遍全是这个 来拿来我看看 这个有价值吗 这你们都看不出来啊 这是代号山鹰的特工 在呼叫他的联络人 那么那个联络人是小猫咪了 你要这么说我倒想起来了 上次有条电报是找山猫的 这山猫和猫咪是一个人吗 别提山猫 你不长记性 上回王参谋不就是因为这个事 跟荣华齐的吗 好了好了 以前的事都别提了 这份情报很有价值 我马上向首长汇报 你们好好工作 喂你好 徐志队长在练兵场 刘正面在 好 正位 军区司令部电话 来了 我是刘新国 黄花 诶 证美和支队长在吗 证美坐人打电话呢 你有事啊 哦 这份电文很重要 一定要亲自交给他 知道了 证美 有事吗 王参谋有个很重要的电文要交给你 你为什么认为这首童谣是重要情报呢 直觉 好了 你的直觉是对的 军区保卫处 接到了八路军总部的特情通报 苏军情报部门破获了一起间谍案 其中提到了这个山鹰 王参谋 告诉支队长 我去经济开会了 是 黄花 要提高警惕呀 这个间隙就在我们身边 这次一定要抓住他 黄花 你怎么不吃 想什么呢 我今天想起咱们以前 在报务室那会儿 都好 我 你 还有红云 行了 别胡作乱想 快吃饭 黄花 要是我告诉你 红云还没死呢 别瞎琢磨 他早就死了 是真的 我在陈勇的诊所里看到他 陈勇那 他跟你说什么了 没说什么 是他没说什么 还是你不想跟我说呀 真没说什么 行行行 全都我没问 生气了 他真没说什么 倒是陈勇 竟然发现红云还活着 有些紧张 为什么呀 不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 你知道什么 陈勇根本就没脱离部队 他回去当郎中 和红云被枪毙一样 都是假的 这么晚去哪儿啊 我还有点急事 你先吃 哦 哦 我 哦 哦 词 哦 你这是山猫 你就是想坐在我们家里不在套的 不忘 不忘 黄花 听我给你解释 什么解释 你欺骗了我欺骗的组织 你刚刚什么人走狗 不错看你了 别喊 黄花 看着在那部机场的被上 你帮我 别喊 那我怎么原谅你 你这是外国 别喊 黄花 我就不客气 黄花是做的 黄花是做的 黄花 这次飞踪小可呀 消息可靠吗 从苏军情报总局获得的消息 凡是安娜的情人 无意不被她拉下水 就在情报人员抓捕行动之前 这个安娜被派到了中国 成了漏网之鱼 从咱们破坑的电门上看 山鹰在岛城翱翔 说明安娜已经到了岛城 寻找旧日时光 意思是说 她在告诉那个叫小猫咪的潜伏者 也就是黄花 安娜在寻找黄花 那她这不是自投罗网吧 她肯定会自投罗网的 未到目前为止 她还不知道她的商机已经被破获了 郑伟 要不要对黄花实时抓捕 连黄花一起抓 有必要吗 这是禁区保卫处的意见 门盖使 麻烦的行动 立刻控制黄花 明白 黄花 黄花 快送给车试 是 你们俩跟我走 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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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 是我 包护匙的王参谋 王参谋 王参谋 刚才那边一阵狗叫 出什么事了吗 这个 我也不太清楚 不对了 看见黄花了吗 没有 这次后山 他是不可能来这的 马上吃饭的时候 我和他搬了几军组 也不知道跑哪去了 那边有个人也 是他 各位 清理长 不好了 黄花被打晕了 王参谋跑了 通知各大队 立刻通缉王参谋 尤其是通往岛城的路上 还有狼山商业舰 一定要把他抓住 是 孟参谋 你带人去追 他要拒捕的话就开枪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明白 还有那只山鹰 如果遇见的话 也抓起来 好